說到我的朋友打籃球 相隔了三年都沒有打 一落牆就碎骨了 幸好找到嚴永藝醫生 Dr.Edmond 經過Dr.Edmond 悉心照尿之後 我朋友也差不多好了 今天有幸來採訪Dr.Edmond 想幫大家問問關於醫療的冷知性 和最新的醫療技術 記得看完我們的影片 開始前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要按鈴鈴 以後就會看到更多新影片 事不宜遲 我們現在就去採訪Dr.Edmond Let's go Hello Dr.Edmond Hello Dr.Edmond 首先要多謝你 Dr.Edmond上次很緊急幫助我朋友 解決這件事 促成了我認識Dr.Edmond Hello 經歷了這件事 我更加肯定 認識醫生 好的食肆 一個電話立刻解決我朋友的問題 解決我的牌肉 他的痛楚 其實醫生病人病人是一個鐵三角的關係 病人很多時候發生事的時候 第一時間就問Agent 有沒有好醫生 然後Agent就分享他個人的體驗 今天我們來到 《福科專居醫生年年》的醫生 當然帶了一些網友的問題來訪問 和我們分享一些醫療最新的資訊 和我們大家對醫療的迷思 Thank you Dr.Edmond 今天的主題是講十字印帶撕裂 未開始之前 我們想問一問 有一個迷思 但是我朋友來到做治療之後 他說自己英俊了 為什麼呢 其實做骨頭的治療和美顏 是不是有關係的 這麼有趣 可能有機會 因為我跟他做完手術之後 十字印帶受傷 我給了一些科技的產品給他吃 有時候可能對他的皮膚也好一點 可能有些關係吧 哦 醫生 你的皮膚都這麼漂亮 可能和骨膠原有關係 哈哈 開玩笑而已 我想問一下十字印帶 那是什麼位置呢 其實是什麼人容易會有十字印帶支裂的呢 其實十字印帶就是一個膝蓋裡面的結構 我們膝蓋裡面中間有一個交叉的印帶 我們叫十字印帶 一條就叫做前十字印帶 一條就叫做後十字印帶 而很多時候我們的運動創傷 都是一個前十字印帶的施裂 通常有些運動是特別容易弄傷的 例如一些球類的運動需要轉向的運動 例如籃球 足球 排球 又或者一些運動 例如滑鼠 或者現在很流行的滑水 都是比較容易引致十字印帶轉變的 哇 即是要轉的 但是轉膝蓋那個位置 比較容易有這個情況發生 是的 因為十字印帶本身的作用 就是幫我們維持關節的穩定性 特別是轉向的穩定性 我們膝蓋本身其實是可以有一個扭動的 而怎樣可以限制著這個扭動呢 就是透過十字印帶 所以一些轉向的運動 需要腳拿來做重心扭動的時候 就有機會是會扭傷了十字印帶 那我們平時譬如真的不要再弄傷 我們又如何去拆掉自己 整身了十字印帶呢 其實十字印帶受傷的模式 很多時候都是一些自身的受傷 即是說不是人家撞到你 或者踢到你的受傷 而是當你自己落地 或者是起跳的時候 那隻腳是一個重心腳的時候 一個不正常的扭動員導致 所以通常是一個自身的扭傷 其次就是有機會你會聽到 扭傷的聲音 即是你受傷的客人 有機會聽到扭傷的聲音 還有因為一個印帶的斷裂 其實膝外的關節會流血 所以通常都會直接有腫脹的情況出現 還有可能痛到走不到 所以如果有這些表徵的話 其實你也有很大機會是一個十字印帶斷裂的情況 到時譬如病人找醫生 那醫生如何判斷十字印帶斷裂的呢 首先我們就會問證 看看他是哪一種形式的受傷 如果受傷的形式已經吻合於那個情況的話 其實我們已經有這樣的懷疑了 其次我們就要做檢查了 我們就可能會搖一下膝蓋 看看拉一下膝蓋會不會有鬆的現象 因為如果有十字印帶斷裂的話 當我們拉動膝蓋的時候 他會拉動的 發覺拉動了不穩陣了 我們就有這樣的懷疑 有懷疑了 我們就會再做其他檢查了 例如做一些磁力共振檢查 透過影像看一條十字印帶 還在不在膝蓋上 明白明白 那之後十字印帶的重建手法是怎樣的呢 其實十字印帶受傷 很多時候我們都會建議做手術去處理 特別是一些年輕需要運動的人 因為為什麼呢 第一就是你的印帶是幫你維持關節穩定性 如果你沒有了它的話 其實關節就會不穩陣 很容易會再扭傷 特別是你做運動的時候 其次就是你沒有了一條印帶之後 你的關節可能會因為多了一個活動的關係 容易一些磨損 容易一些磨損的效力就會快一點老化 這個也不是很理想的 所以通常我們年輕的人 都建議他們做一個重建的手術 為什麼叫重建呢 就是 陣帶爛了就好像一條尼龍繩斷了 它不是好像被剪斷的 而是它一扯就散開了 散開了一注意就無法修補 所以我們做的手術都是一個重建手術 就是說找些東西代替它 那在哪裏找些東西代替回去呢 基本上有兩個選擇的 一個選擇就是用自己的東西 就是自身的筋 另外就是一些人工筋 就是一些纖維 其實香港大部份的情況 都是用自身筋件來做量體重建 但是自身筋件 我們可以在哪裏借一條筋出來用呢 其實我們身體裏面有很多筋件 其實是可以給我們借用的 第一條筋件用的就是角成機 角成機就是在大腿後面的一條筋件 就是大腿後面的筋件來的 其中一條筋件 第二個選擇就是菠蘿蓋筋 就是在菠蘿蓋前面 我們拿去三分之一條的菠蘿蓋筋 連一些骨頭來做筋件轉移 當然有其他沒有那麼普遍的地方 例如機器士巾 或者大腿筋 大腿的四頭筋筋 都有機會可以拿來給我們選用的 如果譬如剛才說過 它是一個年輕人 延遲了治療 結果會老化 老化之後會變成怎樣的呢 最大的可能性 如果它的十字體傷了 而它又沒有做到手術 繼續不斷運動 它可能就會整身其他地方 例如半月板或者軟筋 膝蓋就會老化 還有當你的膝蓋有不穩陣的情況的時候 我們自身如何令到自己穩陣一點呢 膝蓋就會生出一些骨子 所謂骨子 變相地這些東西都會導致膝蓋出現老化問題 日後就會出現膝蓋痛 明白明白 很嚴重的 我真的要及時去處理 否則越來越後的手術就越嚴重 很麻煩 明白了 還有我做手術大概要多久 還有做手術好像是現在用微創做手術 那會不會有大閒的呢 我們這些女生比較擔心的 其實這個十整天手術 剛才說可以用微創的方法 微創意才是用一個內規鏡的形式 去做一個手術 就不用整個膝蓋打開它 用內規鏡的時候 傷口就會比較細一點 通常會有兩個細的傷口在波羅蓋附近 大約是1cm的兩個細的傷口 同一時間裸根也會有一個傷口 如果你做一個確診機的 傷口就會比較細一點 大約2cm或2cm的傷口就在小腿位置 如果用波羅蓋的話就會長一點 就要開一個6-7cm的傷口在手術的正前方 那麼巴痕就一定會有些巴痕的 但是因為微創手術的關係 所以巴痕都會比較細的 內規鏡的兩個傷口 當時間內規鏡的兩個傷口 是小到未必看到的 但是裸根的傷口始終有些長度 也會有機會看得到的 哦明白 那麼手術是要大概做多久的呢 大約一個小時或一個多小時的時間 哦OK 那做完手術啦 那你知道啦 喜歡做運動的人 當然想快點做運動的 是 要等多久才可以的 那第一就要看看做什麼類型的運動 因為十字印帶要三分實 其實都要一些時間的 普遍都要4-6個月 那初頭做一些單車或跑步的運動 就可以早一點的 基本上四個多月左右 已經可以做一些跑步或單車的運動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做一些球類運動 所以要轉向的運動 我都普遍建議要遲少一些時間 因為你的肌肉都未能夠復康好的 如果肌肉不夠強勁去保護它的話 就很容易會再扭傷了 所以一般我都會建議起碼9個月以上 才好嘗試去做一些球類的運動 嗯 明白 那做完手術 那就要有什麼復康的治療 或者要等多久才做復康治療 其實做完手術之後 很快就可以做復康治療 復康治療就包括一些物理治療 這個是很重要的 因為十字印帶手術 只是第一個部分 就是把筋放進去 為什麼復康你的肌肉 如何增強你的關係的感覺 令它穩妥一些 要靠熟後的物理治療 那熟後的物理治療 可能需要維持幾個月的時間 所以這個是對於你日後的運動功能上面 你的效果都不錯就很划算你做物理治療 明白 那做完手術之後 我想快點好 那有沒有什麼tips 讓大家有些坊間的謠傳 就是喝點骨湯 耳形補形 是不是真的有效了 首先就是運動物理治療是很重要的 你一定要先調好肌肉 至於食療方面 你說喝豬骨湯 或者其他的花家湯 其實作用是很小的 因為實際上那個 成分落到身體吸收率其實很少的 但有時候我就會給我復康的病人 吃一些叫collagen的東西 因為我們的印帶 其實很大部份都是collagen的 你給予多些營養 它會更好一點的 所以梁和平又英俊了 因為吃collagen 我也不回事了 梁和平又英俊了很漂亮 好了今天這個訪問都差不多了 大家都了解了什麽叫十字印大撕裂 大家都掌知識 很多謝Dr.Edmond 抽時間給我們做訪問 多謝 多謝你 如果大家有其他東西想問Dr.Edmond 可以在我們的留言區留言 我們就幫你去問問Dr.Edmond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CLS我們這條影片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有按鈴鈴 下次再和大家再見 拜拜 我們就幫你按鈴鈴鈴